作为四叶草王国的巅峰战利 魔法帝尤里乌斯究竟有多巧 恋队入侵王都的白夜魔眼 仅仅一招就将其全部进入 使他们沦为待宰的羔羊 不久前阿斯塔缠住拉蒂斯 导致对方被迫叫来队友帮忙 当白夜魔眼的成员现身后 立马将阿斯塔三人围住 还用出魔法准备击溃他们 不肯放弃的阿斯塔挥动双剑 旋转身体抵挡魔法 利奥也不甘示弱 用火焰魔法攻击重人 阿斯塔剑状主动出击 配合利奥将对方的阵型打散 随后二人会合靠在一起 准备共同迎战 白夜魔眼见识到二人的顽强 不再留守集体发动魔法攻击 危机关头诺埃尔及时出手 用魔法臂护住二人 白夜魔眼的人剑状 用出木之魔法压制 只见粗壮的树枝 在魔法臂上疯狂生长 不断吸取上面的能量 面对如此强大的攻击 魔法臂破裂只是早晚的事 阿斯塔与利奥无奈 只能选择主动出击 另一人剑状立马发动 穿透龙卷针 峰之魔法速度极快 阿斯塔二人来不及防御 就被击溃在里 可就在对方准备 成圣追击终结二人时 一道水魔法从天而降成功 救下他们 原来是骑士团的人赶到 他们早就发现了不对劲 相互配合创造出复合魔法 所以才能从百公里外快速赶回 米莫萨没有丝毫迟 对里昂三人展开治疗 白夜魔眼之道是不可谓准备撤退 但诺杰尔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用处银之羽进行拦截 萨利见状释放年夜火蜥蜴进行格挡 害怕强度不够的他 还不忘给蜥蜴来增加强劲 替众人挡下这波攻击 也让诺杰尔猜测 这是一种强大的魔导器 随后萨利等人立马撤退 还趁机抓走阿斯塔 诺埃尔祈求去救援阿斯塔 却遭到众人的拒绝 毕竟不清楚对方的目的 为了防止掉虎离山 他们必须留下来守护王度 望着重伤的里昂 索利德与涅布拉十分不屑 觉得里昂配不上团长身费 可让人意外的是 诺杰尔却在这时发华 他们身为骑士团团长 如果无法抵挡敌人 那就是赤裸裸的肺 但此次没有参与正面战斗的他们 却连嘲笑的资格都没有 接着他让众人加强防卫 并让米莫萨带里昂前去治疗 与此同时的阿斯塔 已经被白猎魔眼带到一处洞窟中 如果无法脱身 他将成为萨莉的解剖对象 谁知危急关头魔法帝到来 不仅铲除了据点所有敌人 还专门在这里等着他们 众人虽然有些害怕 可毕竟人多是众 还是立即准备战斗 结果刚一交手就有两人死了 之前强大的木之魔法 也被尤里乌斯瞬间击穿 白猎魔眼的众人 只能拼死抵抗联手攻击 然而魔法帝闪避的速度 坏得连眼睛都看不清 只见尤里乌斯发动时间拘束魔法 将他们全部抓住 阿斯卡也成功获救 不过却被尤里乌斯的实力给吓倒 但阿斯卡明白只有克服心中 才有可能超越对方 他没有接受魔法帝的帮助 在克服身体的颤抖后 自己站了起来 尤里乌斯十分欣慰 转头质问白猎魔眼的众人 眼前的石板与魔石到底有什么作用 可还不等他们开口 一道耀眼的光芒突然爆发 白猎魔眼的Boss登场